在以前对父母亲就很好 但是现在父母亲说要赠予给他的 已经签完赠予契约了以后 他就非常的不孝顺 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已经过付了给小孩了 但是这个小孩呢 他不复抚养义务啦 不养我们了 或是说骂我们 然后甚至于家宝我们 我们年轻的时候送给了小孩子 我们现在老了 他们觉得那房子几十年来都是他的 现在就不复抚养义务了 尤其是有了一些纠纷了以后 因为直接买给小孩子的时候 人是这样子 资本主义就是人的部分 你买我的名字我就会认为是我的 我不会认为你是借名而已 千万不要挑战人性 当初我送他这一栋房子的时候 各位那时候可能只有五百万人 经过二十几年来 他可能已经增加变成三千万了 那请问各位我在归扣的时候 我是要算五百还是要算三千 这个情形会是不是先拿先赢呢 各位同学们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个赠与的相关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赠与现金好还是赠与不动产好 我们如果要赠与给我们的小孩这一个部分 因为赠与不动产呢 将来有很高的房地合一税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建议说 要去赠与不动产房屋土地给小孩 老师以前这边就说过 你要是卖给他 那各位呢赠与现金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的免税额是有244万的免税额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说你每年就固定 譬如说是在12月20号左右 你就固定的存入 它的存折之后呢 千万不要再领出来 如果再领出来就变成是回流了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那到底是没有赠与呢 还是两次的赠与 就是儿子又赠给母亲呢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的时候 我们通常建议是要放在这个存折里面 千万不要再动 因为国税局里面对这个赠与税呢 抓得非常的紧 他们对这个金流呢 查得非常的仔细了 甚至于就是说很多的情形 他们认为说是不相当的对价 就会把你看作是赠与 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 第二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家呢 年轻的时候就把这个不动产赠与了 赠与什么时候可以撤销 那这个分作第一种 第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我已经讲说要赠与 但是不动产呢 如果还没有过户 还没有移转过户之前 是可以撤销的 因为不动产的赠与呢 比较重要 所以这个是可以撤销的 但是如果他死后呢 就不能再撤销 所以第一个赠与的撤销呢 就是在以前对父母亲呢 就很好 但是现在呢 父母亲说要赠与给他呢 已经签完赠与契约了以后 他就呢 非常的不孝顺 这种情形 如果你还没有过户的时候 你可以说呢 我撤销这个赠与 那么撤销赠与只要对对方表示 意思表示就可以了 各位第二种呢 已经是过户给他了 如果已经过户给他的 可以撤销的是什么 这有几种 就是说 如果赠与负有负担 民法412条 负有负担 也就是说 父亲过户房子给小孩 那我跟他约定说呢 你要让我住到呢 撤销 不可以给他掛出 那如果说 我已经过户给你 你现在呢 不客气 要把我赶出去 那就是不履行负担 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诉请法院 把它撤销掉 那么把它要回来 各位第三种呢 就是说 我们经常现在发现 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 已经过户了给小孩了 但是这个小孩呢 他不负抚养义务啦 不养我们了 或是骂我们 然后甚至于家暴我们 那这种侵害我们的时候 故意的侵害行为 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给撤销 那么现在这种情形呢 也蛮多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 送给的小孩子 我们现在老了 他们觉得那房子 几十年来都是他的 现在就不负抚养义务了 尤其是有了一些纠纷了以后 就会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 去把它撤销回来 所以这也是郑宇的撤销的情况 那么各位第四个呢 老师要特别交代的就是说 到底你是郑宇呢 还是借名 我们父母亲年轻的时候呢 用小孩子的名义买房子 那到底他是郑宇呢 还是借名 各位经常呢 就孩子呢 孝顺的时候 我们就是郑宇 不孝的时候 我们就是借名 这个我再强调一次 不管你是郑宇或是借名 你当然就是把它写清楚是最好 但是如果没写清楚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个安全的保障 也就是把这个房子 在你还没走之前 你虽然买他的名字 你就把它信托回来 在你自己的名下 如果他不孝 对你不客气 你干脆就把它给卖掉 那以后呢 再来炒也还来得及 所以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安全的保障机制 因为直接买给小孩子的时候 人是这样子 资本主义就是人的部分 你买我的名字 我就会认为是我的 我不会认为你是借名而已 千万不要挑战人性 好 老师就多讲这个部分 第三个 各位在赠语的部分里面 经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呢 姑妻的赠语是免税的 现在有一个情形是这样 这个先生因为在外面不太乖 被太太抓到了 太太就说 来 你那个房子要移转到我的名字 先生呢 被抓到了以后就说 好啦 那我就把房子过户给你 那各位因为夫妻赠语呢 不用赠语税 也不用土地增值税 所以他就把它过户给太太啦 那后来因为破镜男女重圆 这种户信已经没有了 后来他们搞到要离婚 变成要算这个夫妻赠语财产差而分配 请求权 请问这个赠语给太太的这个房子 能不能算入婚后的财产 各位 配偶可以跟对方要求一半的时候 是婚姻关系存续中 共同努力而来的 因此继承啊 无偿受让 或是卫护金的部分呢 是不可以算入夫妻共同努力来的 那这个房子本来是婚后先生赚来的部分 但是因为他赠语给太太了 各位这个时候太太拿到的房子 要不要再算一次 我们实际上认为说 这个时候呢 这个房子是太太 在婚姻关系存续中 来自于先生的受证 所以也不是共同努力而来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乖一点 不要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情形在算财产的时候 是夫妻赠予 是不纳入婚后的一个财产的 对 第四个 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情形 就是说 父亲死掉了 甲乙丙三个继承人 父亲在死亡前 送了一栋房子给大儿子 假设这房子是两千万 在算父亲遗产的时候 请问 这个两千万 要不要拿进来 算作遗产的一部分 各位 我们在继承发生前 继承人从被继承人那边 拿到受证的这个财产 民法1148条之一呢 它规定说 要纳入遗产 那因此呢 很多人就讲说 你是死亡前两年内 把他赠予给这个大儿子的 所以应该要把他纳入遗产 各位 你如果看这个条文的话 你一定会这么想的 但是 各位 我们台湾的法律就是说 大家都看有 打起来 你看不来 你如果没有去 参救他的本质 你一定会这么想 所以他们一定会主张说 那好 爸爸在生前的时候 你说他把他赠予两千万的部分 那就纳入遗产 大家一起分哦 那可是这一条法律 当初是国税局 在遗产赠予税里面 为了防止在生前赠予的时候 就采用赠予脱产掉 所以在税法上就是 你死亡前的两年赠予给 继承人的部分 也要纳进来 克遗产税 所以1148条就照着这个规定去做 简单讲 这个1148条之一 就是说在死亡前两年内 从被继承人那边受证的财产 要纳入遗产 各位这是对外 所谓对外就是 只有债权人可以主张 像国税局是债权人 像我们被继承人的债权人 可以主张说 你这一个赠予应该要倒算进来 所以这个是债权人可以主张的 但是如果对内的话 继承人之间不可以主张 不可以主张要把它算进来 因为赠出去了就赠出去了 所以这个条文很多人都会弄错 说那一边他有两千万的产材 应该要回算回来 不然的话就变成先拿先赢 那各位其实先拿先赢 这个事情还真的 在我们的法律上 确实会发生先拿先赢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贾当初 从爸爸那边真的就受证两千万的时候 这个是不纳入遗产的 可能这边都没有遗产了 受证的这个部分又不是遗证 所以也不害侵害特留分 所以经常就会产生父母亲快走的时候 他们就拼命回去家里挖 然后用过户等等 就用正义的方式缴掉正义税 然后全部都先过过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古代说要回去勤王 所以各位父母亲失智了 父母亲快走了 这个时候你要回去顾好 顾父母亲的健康之外 你还要把这个财产宣告监护 甚至于赶快做假处分 禁止他移转 不然的话各位 就很多人就把财产全部都过光了 然后他说这是生前正义 他也去国税局申报 移产税了等等 你不要以为他失智就没效 各位 他还去请了硬件证明去过户 经常兄弟姐妹之间 就产生先下手为强 这个官司就打不完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为什么会在生前就要赶快把他过户掉 其实他们就是要先下手为强 因为你以后的人就不能够再主张 所以各位 生前正义这一件事情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现在遗产纷争主要的一个部分 再来的话 我们有时候父母亲就会有这种情形 这个贾是老大结果他当初要结婚 那各位我们知道 我们每年有244万 但是结婚那一年的时候 我们因为给他结婚的嫁妆 或是帮助他结婚 还有多100万的免税额 所以会多100万的免税额 我们有时候因为他结婚 所以我们就送他一栋房子 那这可能是20年前的事情了 他可能也要说出去分居 要分居了 所以我们也可能送他一栋房子 或是说他要出去做生意 那我们资助他 送他一栋房子去个银行贷款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都是生前去赠予给他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赠予给他 都没有去注意这一些事情 各位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是这三种原因的赠予 民法1173条就是可以归扣 什么叫归扣呢 就是父母亲死掉了以后 这一些先拿走的部分 要算回来在遗产里面 就是归扣 然后算一算了以后 譬如这三个人可以分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一碗里面他已经先拿走的 所以他就要分少一点 这个就是归扣 民法1173条的这个规定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三种原因 生前赠予的话 就先拿先赢了 他不归扣的 不纳进来算的 不纳进来这一锅里面了 那如果是这三种原因的话 他要纳进来这里面算 这个时候表示 他的碗里面已经先拿 他就再拿少一点 那如果说呢 他已经是满了 他也不必再到处来给人家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 不公平的事情 当初我送他这一栋房子的时候 各位那时候可能只有五百万 但是这一栋房子 经过二十几年来 他可能已经增加变成三千万了 那请问各位 我在归扣的时候 我是要算五百 还是要算三千 所以各位呢 这一个情形就是法律的问题了 我们的法律规定 明化1173条第三项 说是以赠与实 受赠的时候的财产 所以他只能扣五百 所以各位这个情形 是不是先拿先赢呢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谈 宜政 各位宜政它不是赠与 宜政 就是用遗嘱的单方行为 立遗嘱 不用对方同意就可以 所以可以遗政给大孙 遗政给没有继承权的子女 子子 这一些呢 都是可以是遗政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死因赠与 就是说我现在要赠给你 但是还不发生效力 一直到死亡时 这个条件成就了才生效 这个就是死因赠与 那么各位呢 这一种是遗政 一种是死因赠与 另外一种是应激愤的指定 这个是我们常常在遗嘱里面 就是说谁分哪里 谁分哪一块地 谁分哪一栋房子 这是应激愤的一个指定 那各位呢 像这一些东西都是因为死亡所产生的 这种东西呢 法律上都不可侵害特流分 不能够侵害特流分的 而如果说呢 父亲死掉了 他呢有三笔土地 结果你的遗嘱说 我死掉了以后 这三笔的土地 通通要给长子 或是大孙 这很常见哦 那这样子的话 父亲他的遗嘱 都是给长子或大孙 所以这种东西啊 也就是父亲老了以后呢 平常大家都拼命回来债 债去订遗嘱 甚至公证 就是全部用遗嘱 就要把它拿走 那么这个情形 如果遗嘱是有效的 就不可以侵害特流分 那这个特流分是三分之一的一半 就是六分之一 各位这也是六分之一 那这个乙跟丙呢 在特流分被侵害的两年内呢 他要到法院去把它告回来 他告回来的时候 如果这是一块地 全部都给大孙了 那告回来的部分呢 这里面法律上说 告回来的情况 行使扣检权 这个时候 他就是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各位这个是什么 他就在这个土地 或皇子呢 也有六分之一的所有权 是六分之一的所有权 所以在归寇的部分 他确实是一个 所有权的一个缓缓 所以他要徒销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部分 夫妻胜女财产分配 就不是这样啊 夫妻胜女财产分配的时候 如果他的配偶母亲来对遗产行使 胜女财产分配的时候 他不能拿到物权 他只能拿到金钱 这个是差很多 各位因为房地产飞涨 所以你拿到的是土地或房子的价值 跟拿到金钱的价值 这个是差很多 所以各位这也牵涉到遗产分割的时候 你是要拿钱 还是要拿不动产 这个学问很大的 这里面请你们要特别去了解它 各位那么食物上另外还有一种 正义常常被用在哪里 各位正义常常被用在什么 脱产 就用正义去脱产 你欠我钱 那么我要跟你强制执行 结果你脱产了 但是你如果把它卖掉 你要缴很多的土地增值税 所以最省钱的脱产方式就是 先生或太太直接赠予给他的配偶 那么各位赠予给配偶 这个时候就是会产生 明法244条第一项 大害债权 那这种状况的时候 甲他就会做这样的动作 第一对柄做甲处分 禁止他移转 那第二个他会到法院来告明法244条 第一项撤销 他们之间的证明 把这个财产 房屋土地还到先生的名下呢 再来对他查封拍卖 各位本来这样子的事情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各位呢 有很多的代书呢就是给他做这一种赠予 那其实这里面到底是赠予还是有偿 这里面呢就是学问 可是各位最近最高法院产生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这个房子是借名登记在你名下 我现在要跟你要你脱产 赠予给太太 赠予给配偶 这种不用税啊 各位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产生了大问题的 我们最高法院说民法244条第一项 他是属于对所有债权人的金钱债权的这个保障 不是在保障特定物的缓缓请求权的这种特定债权 所以变成说他赠予给他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像一般的情形对你丙给你假处分 禁止你移转 问题就来了 我可不可以对你以丙之间的赠予 主张民法244条第一项的撤销权呢 结果我们最高法院的大法庭决定说 不可以 惨了各位 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导致于说 我只要把它脱产掉的时候 你又要不回去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见解 非常值得再检讨 所以各位啊 特别特别注意啊 我们在借名的时候 老师一再强调 因为这个借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千万要听老师的话 不是听妈妈的话而已哦 要听老师的话 就是借名了之后 你一定要把它信托回来 在你的管理之下 不要只有借名而让它有可乘之机啊 不然将来会要不回来 现在我们在打借名官司的时候 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此除了设定抵押 除了预告登记之外 进托回来这个动作是确保借名的这个部分 否则他没有配偶的 赶快去登记结婚 马上就有了 他就马上给他脱产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非常注意 老师把这个证语比较重要的部分 整理给各位参考 那么很多的细节的部分 怎么去运用它 我们以后可以再做更详细的说明 以上给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